今天行情还不错吧 因为方向很明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左边不过 右边没有过左边的高点 这礼拜的关键 其实是在这边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因为上个礼拜 已经是一个内涵的K棒 因为上个礼拜没有创新高 当然第一点也是有手的 带一个下影线 不过这种不过高的现象 通常不能超过两周 所以本周五之前 如果不表态的话 下个礼拜走单边就危险了 因为这里有可能会去 交代前面的低点 那因为这条上去市线 已经走了一周两周三周四周 五周六周七周八周 八周见到高点 然后两周不创高 这里就要注意一下 但是因为现在有另外一个情形出现 OTC超强 所以这种现象就会变成说 上市的线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是大家跑去那边玩 这边的线变比较丑 两个概念不一样 有一种是我要把它打翻 就是我要把你线弄成 弯下去 对不对 另外一种情形不太一样 那边实在太好玩了 大家都去看 就跟那个 同一个档期的电影一样 有的时候你电影也不是难看 问题是你的对手实在太强了 那也没办法 大家都去看那一部 然后这部人就比较少 就这样子而已 好那显现出来的几个状况 第一红海就很重要 红海就 除息第一天就直接贴了 那么 有能力卖的人一定是抱着的人 所以他是拿到息就卖股票 拿到息就卖股票的话 这边就要看你产生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说 你右边没有比左边高 所以你的这一根月级别的K棒很危险 对不对 你就压在里面了 所以8月要变盘走一遍 就不回来的话就是 举例 我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的话 像这个之前 大概像这种概念 大概像这种概念 但这一根比较好 因为它有交代 当月有交代一个高点 那这个月是没有 当然有人会说 你是这个除息除掉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没有在讲这个的 就好像你看在历史价位一样 对不对 看到历史价位 你也说把它还全回去 对不对 如果把它还全回去的话 这边都不是压力 对不对 这个太久以前的事就不说了 好 那所以很简单来讲就是说 今年上半年 其实最重要的几支股票 台积电 红海跟 华晨 对不对 市电 那今年上半年 在做到四支 然后走那种大破断 今天赚大钱 那我在上礼拜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下半年是你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红海台积电咬死的这种做法 不见得适合每个人 因为有的人 他红海 他比方说举个例子 他可能这边出掉了 对不对 他比方说他可能这边出掉 他抄底抄底的漂亮买在这边 你不能说他错 那你卖掉以后又上去 嘎的心里难过 对不对 你说150卖掉以后 直奔200 气都气死 结果呢 买的比他后面的 买在这边的 赚的还比他买的早得多 对不对 股票是这样子嘛 有人台电买到100块 200块卖掉 欢天喜地 赚一倍 吓死人了 结果去追300的人 赚到800 谁赚比较多 后面进来的人赚比较多 股票是这样子吗 我比你晚买 对 常常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股票是一种 比方说你问一个人 我们都走了 我都已经走了 好像对不对 结果 后面那个买的人 看起来追高 笑他傻瓜 我们主力都已经走了 结果人家赚了病毒 对不对 但这个东西就是很考验人性 很吃 很考验交易者的 他的一个 他的 对股市理解的成熟度 在我们看来 都不是什么问题 反正你还是会有 下一次日出 我再买回来就好 就跟君豪一样 跟君豪一样 很多人卖在这一根 逐利走了 对不对 那我来证明 我赚的比逐利更多 就这样子 不是这样吗 事情就是这样 这一根爆量 逐利走了 对不对 来跟你证明 散户赚的比逐利多 就是这样子 股市很 很 很 这要怎么讲 就是 行情永远都有切入的机会 那我现在先下一个结论 今天行情为什么不错 因为 就是说上半年这种做法 有的人他不适应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卖掉的要再买回来 谁愿意呢 对不对 但你如果不愿意 那没办法 上半年纪效都在 鸿海家台积电身上 可是 当结构改变的时候 就代表 我给你一个机会 来一局新的 你玩不玩 所以我觉得 今天行情不错 今天行情叫做三个字 给机会 怕是那个机会来了 又挑三减四 还有太阳灯 这个我不做 太阳灯不能做 那没办法 这个也挑 那个也挑 这个也不行 那个又不爱 对不对 生计也不行 太阳灯也不行 高价股不行 法人股不行 格日冲的不行 有当冲的不行 有资卷的不行 没有投心的不行 什么都不行 算了 今天这盘 今天这盘好处好在哪里 他给机会 天给你一个机会 全新的格局 全新的格局很简单 OCC玩不玩 他就是 他就是已经摆明的跟你讲 现在钱都在我家 对不对 并不是说你这边不好 OK的 但是现在就是黄文勋走了 对不对 钱都在我家 钱全部都在我家 钱都在我家了 你就去他们家玩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问题那么简单 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很吃个性 是吃一种 对于交易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 如果你是一头栽进就是产业或者是产业或机 不管你是技术面基本面或是筹码面或是城市交易 只要你把它放在一个至高无比的信仰 你就没办法转 操作要灵活了 就这样子 我觉得很好给机会嘛 就给你们一个新的东西玩 好那我们看一下 上半年做不顺的 那几种 很简单嘛 就是台积电红海不愿意买 华晨不愿意买 没关系 那下半年给机会了 给机会要说 我不创高 但我创高嘛 那就来玩中小型 对吧 中小型是一个嘛 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也是蛮低价的 在元泰 那创一个历史新高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OTC里面的台积电 第一个它股本对上市上柜来讲算比较大 那第二个就是它价格越来越高 随着它越来越高 它的市值越来越高 另外一个就昨天的那个世界嘛 世界100多 但是它的价格比较没有那么高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是在矽晶元里面 好那你创历史新高了嘛 对不对 所以指数不创高也很难嘛 所以看起来就是有没有一点点像 但是不完全像 有一点点像 但是不完全像 这就是OTC的好处就在这边 好处在哪里 它散步很平均 散步很平均就是说 我不会拉一只台积电对大盘的效果 不会像我拉一只元泰对大盘的效果 它很平均 所以这一支 这一档指数如果创历高的时候 那就代表真的大家一堆创新高 不是说像上市的台积电 你拉一个很多就是假的 对吧 那既然如此应该很好做才对啊 对不对 好那几个新闻 我们的Google它来有几个重点 宣布在台投资永新能源建构这个一个Gigawa的太阳能的一个资产 那很简单啦 这些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Google 这我们是这是一个开头 就是越来越多厂商来台湾不管你要做算力中心或者是做资料中心 你就是要买绿电嘛 买绿电有的他就直接干脆就买你的厂算了 因为他他们也懂得政治要正确嘛 对吧 政治正确是好像是英文翻过来的对不对 这是一个概念 就你要做一个市场上现在大家认同的事情 你总不会那么白目找个什么不环保的产业来台湾嘛 对吧 就是政治正确 你要绿电 你要再生能源 所以你看哦 今天这个新闻拉出来安吉拉带根涨停 但是你注意哦 我们是什么时候来帮大家掌握这一天嘛 现在你会不会觉得市场上有些人真厉害 是很厉害啊 6月26号 所有的行情跟股票 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都是在刚转墙的时候 你如今知道了吧 是吧 天底下总会有人神通广大嘛 所以日出点重不重要 我告诉你 在我的认知里面是 所有的交易里面最重要 它不会没端转墙的 它不会的 没有人那么傻的 懂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6477 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因为这些股票当充率比较高嘛 它中间有炸开再拉上去 那这个跟什么可以讲在一起 跟俊涛可以讲在一起 今天很多股票 它的做法是很细腻的 因为盘式的气氛 有些人在观望 所以它当中是震了好多根的 15分钟线 尾盘才把你拉上去 这叫做右空 它到底觉得这边会打下来 对不对 它有点右空 有点右空 让你觉得会打下来 然后尾盘把你放回去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市场上 资金主力做法是很细腻 因为今天大家一定会认为说 指数要做头了 就早上你硬去锁那个涨停 锁到最后锁不住 所以有的人干脆不去锁 我甚至于我认为 有一些太阳人的资金早上打开 是手上有大户 把手上的股票自己先卖掉 尾盘再买回来 早年的主力很多人会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他撑不到最后 干脆先出 然后尾盘再攻回来 早上大家很兴奋 看了新闻就追 但是你注意 我说过了 真正厉害的人是买在这里 对吧 所以买在这里的人 早上大家那么兴奋 先出一趟 然后尾盘把他关回去 这个君豪也是一样 很细腻 操作很细腻 对你们来讲好处在哪里 你知道好处很简单 强势股开高不要追 就玩第二段就好了 关回去的时候流畅 就这样子 云豹也是一样 因为他是现在的总舵组 所有再生能源总舵组 就云豹 那你看盘中刷一下 一度翻黑刷一下 所以几个概念 就是有的人认为说 这些股票我们做做不赢 你追高杀地做不赢 拉回敢买做得赢 改一下节奏 来找我 跟着我们 我们是着重在操盘的细腻度 再来我们看一下太福 噴了嘛 对吧 什么时候站上季线最重要 在这边 接下来就不给机会了 好那再来是鸿海 鸿海的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仔细看的话 他比较可惜 他昨天没有交代 如果说这个地方是收上去 收高一点会好一点 这个就是7月份 目前高点没有出来 7月份高点没有出来的话 就是6月份看 6月份的高点7月份夹在里面 因为我们这样讲 你正常的多头 每个月都要比上个月高 那当然有人说 那说不定三天之后 鸿海就反弹了 对不对 鸿海要反攻的话 因为第一天是气息 也不算气息 拿到席等先卖 那接下来有几个概念 就是说前入账的时候 会不会回买 第二个就是 威达本身要帮忙 Media再重新回到正向的上攻节奏 那全部的AI 包括GP200的概念 就有机会再来一段 但正如我所说 很多人他上半年是赚到很薄 你可以想象嘛 对不对 法人大户代操 今年上半年做鸿海的赚得很薄 非常薄 你不用去替他们担心 真的很薄 那么赚到那么多 是不是会想要去找一些新股票来做第三季呢 我觉得这个想法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是常常发生的 第二种就是说 迟迟不创高的股票 开始有一种补跌的现象 这个也很危险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今年上半年有很多让大家赚很多钱的股票 对吧 我没有说错嘛 抱一根大量在高点以后 现在颈线都要破掉了 但你说他弱也不能这样讲 上半年人家靠这个赚了很多钱 从这个地方不到50上来 大概都超过100% 对不对 有没有应验我说的一句话 结账完之后必定会找新的战场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 这个盘式三个字都给机会 你上半年玩不好就给你机会 让你们玩新的 那你 有的人他可能现在在这边 还没有搞清楚这个状况 等到又涨上来很多又想要去追 那你就等明年了 现在就要把握了 现在就要把握了 在电子里面最强的 就是G2C联盟当中的这几支 对不对 军豪军华 对不对 然后冬结冬台 其实现在 所有的设备股 在百元以下 百元200以下的都还有机会 那我们现在讲军豪 军豪大家现在在分盘了 今天震荡一下续创新高 现在看他什么时候要来供1000 最大的受惠 当然军豪 手上有他将近六成的持股 57%多 再这样子 军豪他本身也是受惠 在这个他不但受惠 COS 那先进封装的设备当中 他还有面板疾风霜的概念 那最重要的是他当时的价格只有60块 当然明天可能就破百了对吧 然后呢他的量也没有爆掉 控制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量都没有爆掉 因为如果你今天早上硬去锁这个单 硬去锁这个地方 再被炸开 再锁再被炸开 你这样就失控了 所以你看他这个控的是 我觉得控的是很好 让这里有一个量下来的机会 让大家以为说今天就是这样的 尾班再把你收上去 这个控很好 连缺口都留着 留一根实体棒 这看起来就是刚好进入喷出段 那么 这一次我们是大赢家 当然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我们的观众 最近这几天跟我反映一件事 我们在讲的时候 因为条件太好 对不对 你不管是转投资 或你的本业 或是现行 或者是你的业绩 乃至于你的价格 全部都是一流的 这怎么可能不买呢 但是很多人买了以后 要么出这里 小赚出 要么出这里 要么出这里 很多人都出掉了 那有的人是出掉了以后 这边出掉 这边又买回来 这合理啊 因为这根是出嘛 那不管怎么说 就是供上去 当然我们这一次 也有很多的朋友 是真正的 赚到了大钱 但我感觉 我问几个朋友下来的感觉 大部分君豪从当时 这个位置不到60块 一路跟我们报到现在的 有的张数都买不多了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比方说 那个时候60嘛 对吧 一张才6万 他的资金的话 至少可以买个 四五十张OK吧 六五三十大概三百多万 差不多 但他们大概都只有买十几二十张 还是有赚钱 报到现在 我是说报到现在 有的是买很多 现在卖掉了 那卖掉君豪以后 他有两重反应 第一个卖错 卖错的话 会涨到哪 我要买回来 第二个就是说 我不敢买了 还有谁跟他一样 那这个就是进入一个关键 如果是我告诉你 第一时间你买不回来 你可以买自身 对不对 再次证明我还是对的 因为我跟各位讲 我机会一直有 除非你是在整体的行情嵌入震荡 你看自身就涨停了 所以真的有机会 机会是天天都有 下一半会接上去 再来就新科 看到没有 那讲到这里 我就要邀请大家 下定决心 今天来加入我们 因为行情在给机会 这些都是新东西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八大太阳能在内 那这是八大铁的设备厂 七月特快车 邀请各位来做进场 行情给机会 今天我们看到君豪 开始在做加速了 对吧 但是因为 现在龙头厂商都1000多了 然后你不要看他这样子 其实好几只啊 你看像冬结那些啊 或者是说像蒙利 有没有今天这些没有工的 他们的价格通通都还不高哦 那个君豪如果再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 还有一些 另外还有一档最便宜的嘛 扩话是最便宜 面板激光最便宜那支谁 你知道吗 最便宜的哦 连50 现在50都不到 七月特快车 好好把握哦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微再回来 其实苹果在涨 苹果在涨 而且很强 一直处在创新高的边缘 所以其实很多平台股哦 那过去当然有连结到一些 AI伺服器的当然也有 那包括我帽在那一团都算嘛 其实在过去两个礼拜来走的还不错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特斯拉 很多人没有讲他 很久没有人讲嘛 对不对 其实你看他当时站到季线上方 就是一个表态 中间经过一个半月整理还是上来了 国外也一样 花街也类似 穿越机械那根最重要 一定有东西 不会说没有他敢这样子 一定有 那后来就创新高了 那我们看到今天美其马 当然他们还有太阳能电池除能的概念里面 也有除能的概念 那今天我们看一下那个半小体设备 当然还是最强 设备 而且这次设备涨那种差不多 70块到150块中间最凶 阳城 你看阳城 这还有玻璃机械的概念 对吧 当时这里创了一个新高 所以其实低价的设备股还相当的多 那花景店 藏污工程的部分 雅翔跟他同一组的 今天是第一天站到季线的上面 半小体设备跟周边还是最重要 天狱的话这个有边缘晶片 那主要是因为今天原泰创新高 那创新高当然带动了一些其他的股票进来 这是网通的设备 网通设备的正文 那还有这个太阳能的部分 涨几个 第一个太阳能电池的本身 第二个电厂 第三个就是太阳能的包括供应链 对不对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 包括像硕核 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广定 这一种就叫做除能的系统 那讲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其实大毛发现一件事 行情它的走向 那有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来讲 它就会走一个新的方向 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那种中低价位的那种设备 那你连接半导体的 当然要看这个题材行不行 扣化石的那种当然最好 但我觉得有一些题材它其实是旧的 那为什么你说现在才涨呢 主要是因为它之前在整理 这里也可以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市场上在第一第二季的时候 它很喜欢走正规军 现在大家喜欢去拉台积一些小型 因为刚好OTC在创新高 又呼应这个观点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看 我都觉得7月是对投资来讲 非常的友善 你今年上半年要真的赚到大钱的话 说真的你鸿海跟台积电 你要敢追敢买敢爆 对吧 那你说重点有很多也蛮高价的 而且很明显这些股票都是那种 五六十块就很好入手的股票 你知道吗 你看那种什么上礼拜冬结阳城 这礼拜你说均好这种股票 不是蛮简单的吗 至胜对不对 顶多一百多 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把握一下 尤其今天太阳能价格更低了 好那我们看一下广定 这个部分圣达也是除能的系统 然后我们来陆续帮各位找到 刚刚要起涨的股票 7月特快车是这样子 因为这一次既然是涨一些 OTC的中小型股票的话 很显然它的走势会比过去 我们看到大型股高价股更快 那你就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带你上车把握这个时间点 因为今天是7月的第一周 那股票来讲的话是最重要 那播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带各位进去上车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鼓励判断 甚深评估 因此不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